欢迎收看有熊老师培宁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呢要进入到这个等差极数 什么叫做极数呢 我们前面学的是等差数列 那正确来说其实我们这一章叫做数列与极数 所以我们就是交完数列来交极数 那极数就是把数列加起来啦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有一个等差数列总共N项 A1到AN全部加起来就叫做极数 就有取名叫SN 一样跟AN一样这个N是下标 从第一项加到第N项就叫做SN 要注意一定要从第一项开始加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里就有一个等差数列 它加起来就是这个 3分之2根号2加根号2加3分之4根号2加3分之5根号2加2根号2 加3分之7根号2加3根号2 这样到底是多少呢 看起来好像很难 其实也还好啦 其实它是一个等差数列 它的公差是3分之1个根号2 然后手向从3分之2开始加 那这样子到底这个是D A1是3分之2根号2 那这样子到这个数列一串全部加起来到底是多少 我们先来思考下面这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请问从1加到100是多少 如果学校老师加到这一张 那多半都会讲这个故事 假如说有补习的话补习班老师就更会讲这个故事 就是这个伟大的数学家高师 在高师还是小学生的时候 那他们班上的老师 就是数学老师 自己本身还在大学念书 那他就会拿他们大学正在讨论的有趣的话题 来这个炫耀给小朋友听 那他就曾经炫耀给高师 就是炫耀给他们班上的人 说你们有谁能够很快速的从1加到100呢 你们能够知道1加到100是多少吗 那没有想到过不了就是几秒钟之后高师就举手 老师我知道多少 5050 这是他的答案 5050 5050 然后老师想说哇 你加过 他想说怎么有人那么无聊没事加这个数字 那高师就说不是我是现场算的 老师又说那你怎么算的 高师说我是这么算的 来看一下高师怎么算的 他说你问我的是1加2加到100 于是我把这整条数字整串全部倒过来 再从100加到1 那这样子这一串跟这一串会一样吗 要注意一点 这个推导的过程本身是有价值的 我们未来有机会在以后的数学 尤其是高中以后大学以后的数学 使用类似的方式去看去讨论问题 所以这个推导的过程是可以教给学生 就是我问的是这一串 那其实我把同样的东西再加一串 但是倒过来加或者稍微移动位置都有可能 那他做的是倒过来加 他把倒过来加之后发现 1加100是101 2加99是101 3加98是101 4加97是101 到最后100加1是101 所以我总共其实会有100个101 那 这样子我总共加了两倍啊 对不对 2S是100乘101 所以S其实是101乘50 这就是高师 不可否认他的确是天才 这就是天才 就是在没有人教的情况下 可以自己很快速的开发出一个全新的数学知识 那所以你知道在这个数学界 那数学界最高的荣耀 费尔之奖 忘了 类似的名词 那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 就是他不颁发给40岁以前 40岁以后的人 所以说就是数学界有一种想法 如果你是天才 你会有重大贡献 那你的重大贡献很有可能在你 还年轻的时候你就开发出来 你如果不是天才 让你到40岁以后 努力的努力的努力的不断的去突破 没有错啊你的确是有可能会再有所突破 但是要有开创性的突破 其实就很难的 就是数学到很高升啊 国中数学不算 那个学生们听到这段话 不要那个 性质盎然 嗯嗯 我搞不好就是天才 搞不好是啦 但是不知道 那就是说很高升的数学 所以他很仰赖这种天才性 天才性的行为 天才性的人才 他们不需要被教授 就可以自己发现 整理 开发出一些特殊的知识 那尤其是当他被 很不错的教导之后 他可以更快的开发出来 那这个就是高斯 所以我们来看高斯教了我们一个方式 如果今天我要算等差数列 他是A1求到A1 那我可以把同样一个数列导过来 写从A1到A1 于是我这一项是A1加A1 那这一项是A2和A1-1 那么其实A2和A1-1 就会是A1加A1 对不对 所以在下面这一项A3和A1加A1-2 就会一样是又是A1和A1加A1 我们可以稍微这个图形化他 我有一堆数列 假如说这是我的等差数列 那我们那个时候有说 如果是等差数列的话 只要是对称的 加起来就会一样 所以这两个跟他们往内走一步 这两个相加跟这两个相加会一样 这两个相加也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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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到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 第三个跟倒数第三个 相加都会一样 都可以用A1加A1来表示 这样子的话 整条从1加到N 下面从N加到1 就会出现N个A1加AN 那我只要把它除以2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首相加末相乘以像素除以2 会用一种说法叫做T形公式 那我们会把它视为是T形 也就是说我想要知道这个 我现在有这个一堆 中原普度的橘子 最上面是2颗 那中间是3颗 可以吗 2颗3颗4颗5颗6颗 这样总共几颗 那我们就 它其实你去算它有几颗 就在算这一个T形嘛 对不对 所以上底是2 下底是6 6加2乘 乘高 乘以高 它的高是1234 1234乘以5啦 除2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在算它这里总共有多 多少东西嘛 所以这就是一个类似T形的概念 被称为是T形公式 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了 首相加末相乘以像素除以2 这个就是等差几数 可以吗 首相加末相乘以像素除以2 又 因为A1是N-D 所以 A1加上A1加N-D 就是首相 原本不是首相加末相吗 原本不是首相加末相 那末相就把它变成是A1加N-D 所以变成首相加A 再加一个首相 再加N-一个公差 乘以像素除以2 所以变成2A1加上N-D 就是第二条公式 这是第二条公式 OK吗 那这种公式要会 这条公式要会 为什么呢 有很多学生他会觉得说 我现在听老师你推导我知道了 其实这条公式是从这条公式来的 我把AN换成N-D OK 那是我只要背一个 以往来说我都会这么说 对不对 就是说这条其实不用背 你只要背这条 懂得推换就好 但是我会跟你们说 在等差数列这边 最好就是把他的第二条公式给背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需要使用他的时候 学生很容易 其实没有办法从这里推过来 这里 因为什么时候会需要他 我们为什么要去产生第二条公式出来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会 不知道N 有的时候会不知道N 那因为不知道N 所以我们就不会知道AN 那么上面这条公式这里 就变成你会不知道两个东西 你不知道N 当然你也不知道AN 那所以你就也不会知道S 你要去算别的就会很难算 因为你同时就不知道两个 可是下面这个情况呢 如果你刚好其实是知道公差的话 那么你就不需要知道AN了 你只要知道 你不知道N没有关系 你知道公差 你就还是可以去算 你就还是可以去算 也许你会知道极数 这样就可以把N求出来 这样子 那理论上来说 理论上来说 如果学生自己懂得说 我不知道默像 虽然我不知道默像 因为我不知道像素 那好吧 那我把默像写成是 首相加N-1格公差 如果学生自己会做这一步 因为我错那这条就不用背 可是我必须要说 就是大部分的学生都没有 他们都不懂得去做 比起背公式我会更希望是多使用到熟 但是很多时候学生他就是不会去多使用到熟 尤其在这种情况 就是你需要把一条公式套进另外一条公式里的时候 如果我不知道N 学生就必须要把AN代换成是这一条 他要把这个东西套进去 写出一个新公式再继续往下算 其实会完成这个动作的学生非常的少 我说真的会非常的少 那所以你与其期待他要这样做 不如就跟他说 其实你还是要稍微的记住你的第二条公式 好让你来去做后面的练习 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四个问题 试着算算看 求等差急速的 有求公差的 最后一题求像素 好 好来看这四题 这个 A2是5 D是03 A3求S9 那一样我们 因为既然已经知道A2跟D了 赶快把A1求出来 A1应该是 他减0.3 所以是4.7 那么S9 那你也可以先去求这个A9 A9是A2加上 因为A2是等数 A9是A2加上7个D 所以是A2加上2.1 所以是7.1 所以A9是4.7加7.1 乘9除2 所以是11.8 11.8除2的话是5.9 对 5.9乘9的话是45.81 43.1 OK 第二题 A2是5 A5是3求S10 那这一样 我们来 A5是3的话 所以3D是-2 D是-3分之2 A1 A1是他再加3分之2 所以是3分之17 那求S10 那我们来试着用另外一条公式 2倍A1加上N-1个D 乘N除2 所以2倍A1是3分之34 加上9个D 9乘2-3分之2 约掉-6 乘以10除2就是乘以5 那3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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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是16 所以是3分之16 乘以5 所以是3分之80 下面 请问A1 A1 S6 48 那麼D呢 在这里引进第三个方式算 我们刚才用了第一条公式 首相加墨像成像素主义二 我们用了第二条公式 A4n 等于2A1 加N-D 在这里 我们下一堂课 会正式的再介绍一次这样子的做法 我们在这里先用 就是說一樣我們剛剛前面算等差數列 我們說你可以去思考有幾個手項跟幾個公差 在等差級數更是如此 S6就是從A1加到A6 所以這樣子會有幾個手項 A1加A2加A3加A4加A5加A6對不對 1 2 3 4 5 6 所以其實是有6個手項對不對 那有幾個公差 0個 1個 2個 3個 4 5個 是15個公差加A6 所以其實S6是6個手項和15個公差 而其中手項是3 所以15個公差加18等於8 所以15個公差本身是-15 所以公差本身是-3分之2 這樣可以嗎 我們來看第四題 剛才這個題目有小小的出錯 這個A1是0.5 寫成A2 A1是0.5然後D是-1 這一題我們就有必要要使用到第二條公式 因為學生都不太會去用N等於A1加N-D 帶進去第一條公式裡面 太麻煩他們都做不完這個動作 所以有必要讓他們匯 所以SN等於A1 2A1加上N-D 乘以N除以2 這個是-40 那A1是0.5 所以2A1是1 然後這個D是-1 所以1 然後-1乘進來 -N加1乘 N等於-80 可以嗎 所以這裡面是-N-2 -N加2 所以是-N平方加2N等於-80 N平方-2N-80等於0 好 於是 這個N-10 N加8 N等於10 或-8 負不合 所以解出來N是10 這是這一題 好 那就是說 這就是讓我們知道說 什麼時候 為什麼我們要背第二條公式 就是在不知道N的情況下 因為你不知道N 你就不知道AN 好 那於是第一條公式你就有兩個東西不知道 你就算不出來 那第二條 用第二條公式呢 你就可以把AN化成是用N 和D和A1 這個你都知道了 組成的部分 最後要減1人2次 這算是這種問題裡面 就是等差級數的問題裡面 比較難的一部分 我們上次最後留下一個小小的問題 我們說 如果上次這個木棉的問題 我們說我們已經知道 A6是17 A14是17 要求到這個 安數編號正好是木棉三倍 也就是說 這個AN剛好會是N的三倍 有沒有可能發生在 有沒有可能發生在16或14之後 我們後來解出來是A4 這個N是4 那有沒有可能發生在更後面的 那答案是不可能 那我們有問說為什麼 其實是因為你的2D等於5 對不對 那所以你的AN會是A1加上 不知道幾倍的 一個D是2分之5 那當你 這邊是正的 你的N是正的 當你這邊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前面這個A1 就會越 越微不足道 所以說當 你的這個數字 當你這個N越大的時候 其實你的AN 會跟你的N 越來越接近是差2分之5倍 越來越接近是差2分之5倍 那所以它要3倍的話 其實就是說你 你越來越 會越往2分之5倍去 所以要3倍的話 其實要在某一個 某一個點前面 才有可能 要到4 我們解算是4 所以要在4的時候是3倍 再之後呢 這個倍數呢 4的時候是3倍 再之後這個倍數就會 越來越接近是2分之5 越來越接近是2分之5 這樣子 你會發現 AN是N的2分之5倍加一個A1 當你的N不斷變大的時候 其實AN就會越來越接近是 它的2分之5 因為這個A1是固定值 當你這邊越來越大 這邊也越來越大 它乘2分之5 加一個數是它的時候 加的那個數就越來越不重要 這樣子 OK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裡 這是我們的作業 好 好